吊灯剧烈摇晃 公寓里的居民不断哭泣 还有小孩在一旁尖叫 东西都还来不及收拾 大人就抱着小孩冲出家门 居民在往楼下冲时面露惊恐 还时不时得往后看家人是否有跟上 监视器还拍到地震发生当下 路边商店的天花板上的风扇跟着摇晃 就连老鼠和野猫也吓得惊慌窜逃 菲律宾南部的门达纳尔岛 在台湾时间周六晚上10点37分左右 发生瑞士规模7点6地震 在地震发生后 该机构发布海啸预警称 根据数据分析 此次地震将引发一米高的海浪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 地震阵阵央位在门达纳尔岛西纳特万 东北方21公里处 震源深度32公里属于浅层地震 根据地震强度和位置 预计海啸浪潮会冲击菲律宾 印尼 柏鲁和马来西亚 日本气象厅也发布海啸注意报 包括云纳国岛和石渊岛在内 整个日本太平洋海岸 一都全被纳入警戒范围内 日本气象厅说 东京以南約290公里的白象岛 出现40厘米海啸浪潮 还好这起强阵没有传出人员伤亡的消息 不过镇央附近已经发生数十起余震 其中最大规模超过6 不能排除有后续灾情传出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